肢体,色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色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识,把肢体聚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肢体是多的。 我用不着你,头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加给他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拆成四个部分来思考。 第一个,他又讲到受洗。 他说我们是在一个圣灵里面,受洗而成为一体的。 而且,我们能够得着滋养,是靠着这一位圣灵。 我们这个教会的生命,不是由于人啊。 是由于圣灵的同在。 我们彼此的连结,是因为同样的圣灵。 我还记得,我这个从小到大,听过很多人都这么说。 说,这个其实在我们这件书教会,遍布在台湾各地。 有很多不一样的族群。 其实很多人,大家根本都是不相似的。 但是很奇妙。 当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找到了教会。 进去的时候,跟大家说一声哈利路亚。 然后大家一起跪下来祷告。 藉由这个灵人的祷告。 我们就拉近了距离。 当我们在站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如同弟兄姐妹一样。 能够彼此接纳。 这真的是事实啊。 从小到大,我常常到不同的教会这样走来走去。 真的是可以体会到这样的感受。 虽然我是生长在花莲。 我的周围有很多我们原住民的弟兄姐妹。 还有一些的同学。 但是那感觉就是不一样。 当我们到教会去的时候。 诶,原本说实在我也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 但是祷告的时候我会啊。 我们大家就可以一起祷告。 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同一个教会的。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一个感受。 所以十三节这个地方这样子来写这样这一段。 我们既然由这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了。 而且我们有这个圣灵滋润我们。 让我们能够真正合为一体。 但是在十四节到二十一节里面。 这个就是针对当时他们的状况提出的劝勉。 当时的这个哥林多教会是分门别派的教会。 各自有各自的主张跟坚持。 甚至做出很多的切割。 你是属谁的,我是属谁的。 你们不要吵啦,我是属基督的啦。 所以我最大。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这个地方保罗跟他们讲。 你以为你一个很了不起吗? 你只是众多肢体当中的一个而已。 如果缺少了其他的肢体。 你是没有办法独自的存在的。 整个身体不能够跟别人做切割的。 你不可以排斥别人的存在。 你也不可以说我不属于这个个体。 为什么? 因为是神拣选了你, 把你安排在这里的啦。 选择权不是你。 是神。 虽然在你受洗之前, 你有选择权要不要成为教会的一部分。 但是进了教会之后, 那就听神的安排吧。 神放你在哪里,你就乖乖在那里。 教会希望你做什么事,你就做什么事。 我相信教会一定会按照恩赐来分配工作给我们。 绝对不会故意让我们怀采不遇的。 但是有的时候,他为了要避免一些的问题, 可能会暂时委屈我们。 那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主的安排啊。 我们有什么好埋怨的? 我们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我们都是主耶稣的肢体而已啊。 反正教会的运作最重要。 再来22节到25节。 他讲到在这当中, 肢体有一些不平等的状况啊。 那怎么办? 总是有软弱的啊。 我们能不能为着说, 我们整体要强壮, 所以我们把软弱的切掉。 让我们的平均水准比较高一点。 不行啊。 那是主耶稣拣选的。 他软弱。 那是他跟神的事。 你没有资格把他切掉。 罗马书这么说哦。 你是谁? 凭什么论断别人的仆人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 当你看到弟兄姐妹的软弱, 你是不是急着要把他切掉呢? 是不是急着要把他剔出去呢? 要显露出他的无能呢? 如果是这样, 保罗刚刚所讲的话, 就责备你了。 你是谁? 怎么可以去论断神的仆人呢? 不可以。 这个地方说哦, 软弱的也是不可少的。 神既然安排就一定有用。 你不要善自作主。 那要怎么办? 那你就看他不体面的, 你就要加添体面给他。 不要因此去做分门别类啊。 你们那些软弱的, 我们这些刚强的, 不可以这样子。 反而要彼此相顾。 不体面的, 加给他体面。 不俊美的, 加给他俊美。 想办法帮补他啊。 你明知他在这个部分是有缺点的。 有的时候设法的提醒他。 让他能够接受。 或者是安排人来协助他。 让他的软弱, 不要在这个教会当中, 变成大家的笑柄。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关怀啊。 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会缺乏了这样子的一个同理心。 这样的同理心不是叫我们包容罪恶。 而是体恤软弱。 对和错用道理来判断。 但是面对软弱的人, 我们要设法把他扶起来啊。 这才叫彼此相顾。 你不是看着他一直在那里堕落。 甚至还踹他一脚。 来显示自己的有利。 这样子不符合圣经的标准教训。 这个第二十六节这么写。 说其实在身体当中, 每一个肢体是一起受苦一起得荣耀的啊。 就好像人家在评论真耶稣教会的时候, 他不会认识全真耶稣教会的人。 他只会认识其中一个。 然后呢, 他就会以此做判断。 你可以说他的判断不公平。 但是教会就一起同苦同乐。 当我们被人家批评的时候, 是我们一起被批评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是你个人的事。 你在某些人的眼中就代表了教会。 当教会有荣耀的时候, 我们不也一起参与在其中吗? 一起被人家肯定啊。 这就是肢体的关系啊。 而我们这个第二十七节再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是基督的生子, 而且是各自做肢体。 所以我们的关系上, 是同做肢体的。 我们都是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 藉由这一段圣经, 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彼此相待。 而罗马书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 也做一些的补充。 说到我们都是肢体, 而且我们在教会当中, 是按着恩赐做肢体的。 你被安排什么样的工作, 你就尽量的去做。 发挥你的恩赐, 认真的来造就教会。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这么说, 我们必须用诚实, 然后互为肢体。 肢体当中不应该有诡诈相待的事。 其实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前半段, 他不只是讲到不要说谎而已, 他讲到人和人之间彼此相待的关系。 不要有谩骂侮辱, 彼此伤害,彼此怀疑。 应该要互相帮助。 这我们等一下会读到。 这个就是教会里面, 大家彼此的关系。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第三十二节这样子说。 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犀利尼人啊, 只要是神教会里的一份子, 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哦。 无论我们做什么, 不管是吃还是喝, 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啊。 不要只求自己的益处啊, 要求重能益处让他可以得救。 这个就是保罗的提醒啊。 耶稣在世的时候讲过, 如果有人让小子当中的一个跌倒, 那他的麻烦就大了。 这样子的人不如啊, 板块石头把他丢到海里去好了。 耶稣这个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所讲的。 他还说, 这个跌倒是难免发生的事哦。 不论怎么样, 一定会有人跌倒的啦。 那个跌倒的有获了。 但是哦, 半岛人的, 就是害别人跌倒那个人, 他也有获了。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去自我提醒的。 在教会里面,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保罗甚至这样说, 如果吃肉会让弟兄之间产生问题, 那我们应可连肉都不要吃了。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哪要求众人的益处? 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 彼此相待的一个原则啦。 因为我们是同做肢体的。 我们不是做主的。 主在天上。 既然是肢体, 大家就要彼此相顾。 顾念别人啊。 不要顾念自己。 教会常常会发生问题, 就是出在过度的强调自己的主见。 或者是主张自己的利益。 或者是想要过度的, 想要发挥自己的长处。 而没有考虑到教会的需求。 没有考虑到弟兄姐妹现在的状况。 造成了原本是好意, 却造成了伤害。 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在肢体当中, 是会彼此相顾的。 当脚踢到了东西在痛的时候, 手绝对不会再跟过去打他一下。 所以你这个笨蛋, 怎么会那么笨去踢到东西呢? 相反的会赶快找东西来止痛。 赶快找东西来止血。 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反射啊。 如果是肢体, 就会这样。 如果不是呢? 如果是别人的肢体, 可能会假装关心。 但是其实心里在偷笑。 那个东西那么明显你会很到。 都几岁了。 这就不一样啊。 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是怎么彼此相待的。 我们是怎么纯心看到别人的软弱的。 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协助那些软弱的人。 这个是保罗所勉励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 这是第四个相同啊。 这个是在对于行为的要求上面。 神对于所有信徒的要求是一致的。 第三章第九节。 不要彼此说谎。 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穿上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在此并不分心理人、犹太人、 受割离的、未受割离的、 话外人、息骨提人、 为奴的、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众人之内的。 所以你们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 恩慈、谦虚、 温柔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外, 要存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也为此蒙照, 归为一体, 并且要存感谢的心。 这个地方, 劝勉我们。 说,当我们受洗了之后, 成为基督的门徒了, 我们必须在行为上有所改变。 像我们刚刚所读到的 迦拉太书第三章里面, 他就有讲到受洗归入基督是批带基督。 那个批带的意思就是 这个地方所用的穿上是同一个字啊。 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里面, 就将这两段经文连在一起了。 他说我们要批带基督。 穿上这个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新人。 这样子我们就会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 一个基督徒, 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之后。 我们不要以为说, 啊,我是什么人。 我是做官的耶。 谁要跟你们一样在那边, 坐在那里听人家教训。 都一样。 听神的道理。 没有分身份的。 也不可以说, 哎,我是这个做什么事情的呢? 我怎么可以去服事人呢? 什么叫我扫地? 还叫我洗碗? 那个都不是我该做的事情好不好。 在基督里大家都一样。 这个地方特别强调的是什么? 穿上新人。 而他去解释这个新人。 什么叫做新人? 就是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 要像赵他主的形象一样。 我们刚刚有讲到, 不管是哪一个人, 大家都有软弱。 也许软弱的方向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同样都是有软弱的。 所以不是一受洗, 你就变成一个完全人耶。 虽然我们会听到一些见证。 这个抽烟喝酒很凶的人。 哇,受洗了之后, 就不再抽烟喝酒。 因为神帮助他。 他感受到这么大的能力。 他从此不再需要抽烟喝酒了。 但是这样就完全了吗? 其实我们再去思考。 他还有很多该改的地方了。 嘴巴不干净。 不是没有刷牙哦。 是讲话有问题啊。 其实这个雅各树里面告诉我们, 如果有人能够勒住舌头, 他就是完全人啊。 所以我们注意看这一段的前面, 他强调很多的问题, 其实都跟嘴巴有关系啊。 当然也跟肉体的情欲有一些的关系。 包括一些淫乱的事情, 一些贪心的问题。 人本来就会有这些的欲望。 所以要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 这个知识这个字哦, 在圣经里面被用到的时候, 他完全都指着圣经的真理来讲的。 他不是用来讲一般的学问的。 所以当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他是在提醒我们, 要按照神的道理, 慢慢的调整我们自己, 让我们越来越心, 越来越像主耶稣, 刚刚有讲到, 这个照我们的神的形象是什么? 就是符合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啊。 集合了这个慈爱跟公义, 而且不是盲目的, 是按照圣经的规范而行的。 这个地方说, 这样子的要求并不限在哪一种人身上啊? 我记得我曾经听过, 有一些这个乡下的, 有一些这个我们平地的乡下的弟兄姐妹这样讲。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个电视上有时候, 看到有一些这些议员, 在这个议会上面, 讲了很多很粗鲁的话。 结果他们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呢? 他们说, 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草根性啊。 讲这些话只是语住词而已啊。 大家不要太在意啊。 有一些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弟兄姐妹, 也有这样的观念。 所以讲话的时候, 开口闭口还是有一些那些字眼出来。 有的时候就会有人劝戒他啊。 好,我们信耶稣的, 你不要这样啊。 这样子人家外面的人听了怎么受得了? 结果他们的反应也是说, 这个就是我们乡下人讲话就是这样子很直啊。 那有什么办法?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那这一段的圣经就可以擦掉啦。 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一致的。 不要说我是乡下人, 所以我话就可以乱讲。 不要说我是都市人, 我讲话就非要占人家便宜不可。 那个都是不应该的。 我们的嘴巴是用来赞美神的。 无惠的言语一去不可出口。 雅各苏这样说, 一边又讲赞美神的话, 一边又讲污秽的话, 这样合理吗? 这个我想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判断的。 所以这个例子就可以让我们了解。 其实受洗是我们更新的开始。 我们必须要自我要求的。 其实主耶稣派圣灵来帮助我们。 但是你自己要愿不愿意啊。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主耶稣也没有逼你啊。 只是将来就等着看吧。 审判的日子, 主耶稣会问你啊。 某年某月, 你干嘛没事要讲这句话啊。 看你敢不敢跟主耶稣讲说, 这是我们乡下人的习惯啊。 不合理嘛。 我们都知道那些话不好。 要截至我们的口。 其实穿上新人, 它还有很多的意思。 在《遗福所书》里面, 第六章让我们看到, 穿上这个属灵的军装。 就是将这些道理的装备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才有能力跟魔鬼作战。 我们才有能力跟魔鬼作战。 其实严格的说来, 只是勉强的抵挡而已。 如果我们没有穿上这些真理的知识, 我们很危险啊。 我们很危险啊。 在神的面前, 我们站立不住啊。 魔鬼攻击, 我们变成有道理啊。 这样我们能怪耶稣吗? 不是啊。 圣经早就在这里。 我们其实是有机会学习的。 有机会调整的。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四点。 不分彼此。 成为一体。 我们不要再分彼此。 尿prenditor监婆刺客。 有个棍前心。